近期,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香港正在监控怀疑个案。 1月7日,香港特区政府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时举行记者会, 宣布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法定需承报的传染病, 将于1月8日刊线,条例同日生效。 陈兆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已于1月7日向全香港的医生发出详细的承报准则, 任何病人出现发烧、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肺炎病征, 并曾在病发前14日内到访武汉,就应通报中心做进一步调查。 经修订的条例下,医生需要向卫生处、卫生防护中心去情报一些怀疑个案, 以及适当地去调查和跟进。 并赋予卫生署法定权力对传染病接触者进行一些检疫和隔离受感染的病人。 这次这个条例的修订对防止新型的疾病蔓延是对香港尤其重要的。 陈兆时重申,香港至今没有出现跟武汉相关的严重肺炎个案, 不过目前香港共有30宗相关怀疑个案, 当中13人已经出院,17人继续留意,情况稳定。 陈兆时指,政府已经加强高铁及航班等出入境港口卫生措施, 就每日两班武汉来港的高铁列车, 卫生署及港铁已经开始以首提示红外线体温仪, 为所有入境旅客检查体温。 香港医院管理局也会密切监查7个医院联网的隔离病房使用量, 并和内地及海外加强疾病预报合作。 政府当然会密切留意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其他相关的资料 做风险评估和建议, 并且也会继续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和沟通, 也监察武汉这些肺炎病例群组个案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香港医管局专家钟建理表示, 香港常规隔离病床有约480张, 使用率约为六七成, 医管局一直通过电子系统监测使用情况, 若有需要可在72小时内将隔离病床数目增至1400张。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